那个各位老师大家早 那现在应该有老师在陆续上线当中 那等一下是邱文胜老师的这个研习 那大概我们预计大概从10点开始 因为他的研习还蛮紧凑的 好那在这个整个研习开始之前 我先做一个简单的广宣 好那是不是请助理翻到下一页 好不好意思 好那各位老师 就是9月很快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就是面临10月 那10月的话基本上我们在整个研习安排上 就是比较开始进入轨道 基本上每一周都会有一场的研习 那我们接下来的一场是10月2号的研习 那10月2号的研习是邀请刘展华老师 帮我们分享怎么样带学生来参加科技教育创意始作竞赛 那目前各个老师还有学校应该都有收到 那个应该是国教署的公文 那今年那个资讯教育的部分题目是防文大作战 好所以在这里的话就是 刘展华老师会带着大家稍微 就是他最主要是分享他之前带学生的经验 我想怎么样跟学生互动 然后变成是一个学生可以自主的来参与这个作品 而不是说被老师逼的就是说把这些东西做出来 然后拍个照这样子 所以他会在整个的过程带领大家怎么样 分享他怎么样来带学生的这一个专案的制作 好那除此之外这一次那个科技教育创意始作竞赛 其实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整个计划书的撰写 慢慢跟我们的108课纲做一个对焦 也就是说里面会要求老师会做一些简单的问题解析 好比如说我们今天是防文大作战 那其实可以处理的事项事实上是相当多 那可能我们的学生的专题可能只限定在某一个领域 解决某一个防文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这里可能需要做一些问题解析的部分 那另外的话还有搭配像系统拆解的部分 所以可能会需要学生对于程式码的部分做一些解析 那其实邱老师的课程 就是不管他第一次跟今天的第二次 其实就是可以带大家能够慢慢的熟悉 像这样子的一个专案陈述跟表达的方式 那渐渐的我们也可以融入在我们的课堂生活当中 那在刘展华老师的研习之后 接下来我们还排的是陈金柱老师的研习 好那是不是请助理翻到下一页 好那陈金柱老师的研习是10月9号星期六 那因为金柱老师应该也是还在线上 金柱老师你方便开麦克风吗 我不确定他现在是在线上啊 OK好那在这里的话 我可能稍微播一下金柱老师的一个专案 那顺便透过他的专案顺便做一下说明 那这个最主要也是搭配我们前面的创意史座竞赛 那基本上呢 他会需要学生去展现一个完整的作品 那助理可以麻烦一下吗 那个YouTube的影片 哦那金柱老师你要不要自己解说啊 哈哈哈哈 那个我要改题目 你要改题目 好马上让你改 没有啦没事啦 没有我先让我先让学生播一下那个好不好 就是看一下你的专题 也让老师稍微知道一下 啊然后因为他那边可能没有声音 那你刚好就用声音来解说 好不好 好 好 好那这是金柱老师的专案 那一层可以播一下吗 好那金柱老师你可以解说一下好了 因为他这边没有声音 哦 这个这个是我们去年带小小朋友做的那个专题啊 那主要是小朋友他们想要解解决他们那个上课的问题 其实不是解决上课 是因为就是要想题目出来 然后就让他们想有哪些题目可能可以做这样 然后就想了一大堆问题 然后最后我就引导他们做一个那个跟老师有关系 他们主要就是用用那个调法扫描器啊 然后把那个叫把学生的资料扫进电脑里面用Squatch来做处理 那处理完的资料我们就把它困到云端就是所谓的那个google的系统 谢谢金柱老师因为我没有跟他就是对过 所以他今天是临时被我cue出来的 好那我先说明一下 这个专案的话其实就是 他其实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 就是老师的教室管理的问题 譬如说学生就是进门的时候 他可以当作是一个门禁系统 那另外就是老师在登记分数的时候 也可以透过像这样的系统 然后利用Squatch很快的处理 那基本上我想金柱老师特别要分享这个专案的原因 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专案很方便 第一个就是真的能够帮老师解决问题 除了透过条码还可以透过语音 那第二个就是他这个专案 基本上就是用Squatch做而已 所以你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外部感应器 所以像有些老师在带外部感应器 都觉得哇超累了 有时候还帮学生排除问题 那基本上就是透过像这样子 然后透过google的一个云端服务就可以了 所以那天研习的话 其实老师根本不用装任何的程式 然后我们直接就打开浏览器就可以使用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专案做出来 那金柱老师我有特别拜托他 就是说看看可不可以把这个专案 稍微做修改 因为有些老师没有那个条码的那个扫描器 所以看看他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做解决 好那这是我们的10月9号的这场演习 那接下来我们在10月16号 有安排就是邱老师的另外一场 所以如果你是邱老师的粉丝的话 那你一定要追他这一场 那这一场的话应该也是算是 我不知道邱老师之前有没有特别分享过 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在暑假的研习里面 他有帮我们分享一些 就是有关于怎么样用这个TinkerCat 做这个Arduino的模拟 但是很多老师都是听了他讲一下 他就每次都跟你讲 哦我时间不够了 所以不能够再讲了 所以说 所以说蛮多老师就觉得 这简直是隔靴骚痒嘛 这个是故意的 好 所以就只好排一场演习 但是你知道我每次跟老师沟通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诶那个邱老师你排一场演习 每个老师都是脸色非常的不好 我就跟我讲说 老师 这一个半小时要讲什么 根本不够 我就跟他讲说 你想办法把他讲完这样子 OK 好 那所以说如果您是邱老师的粉丝的话 也可以追他这一场 那这一场的时间是排在下午 好 所以各位老师可能时间上的话 可以再看一下 好 那时间差不多了 接下午是不是很快 就是把时间交给邱老师 那在交给邱老师之前的话 是不是借我的手 然后我们来欢迎一下邱老师 好 来 邱老师 谢谢你 好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我们就直接开始 我把画面分享出去 好 那么待会各位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我想我们就直接开开麦了 或是你可以在那个讯息那边 然后各位那个讯息那边有几个连结 第一个是我们这一次给各位的讲义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等一下会互动用的 jembo的位置 然后第三个是问卷的网址 那问卷的网址呢 是在我们最后就是各位上完课11点半左右 那再麻烦各位去帮我们填一下问卷 然后我想今天上课的人应该都认识 然后不用特别介绍 那我们就是我这边我的远席一向都是有售后服务的 那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之后后续有任何的疑难杂症 或者需要服务的地方 那就请各位到我的脸书直接那个敲讯息给我 那我都会回我都会回 然后另外我个人的那个网站 我个人的网站跟今天有关系的是在8月20号po的这个文 本来这两场的延期是希望各位有先前听过我们相关的理念 包括怎么样做素养化怎么样做自主学习怎么样做创意的创造力的培育 这些跟课纲有关的新的科技领域的教学的问题 我在之前一些研习上面已经有分享过 那因为这一次的研习这两次的研习就是只有一个半小时 那老师要求我直接进入六个步骤的实作 那所以会比较精简一点 那所以在相关的理念 如果各位之前没有上过课的 就麻烦各位到之后到这边来去做补课 做补课 那我因为牵涉到上课要讲的内容 所以我还是想请问一下 如果你没有听过我之前讲的这些东西的 请你在讯息列上面打个加一好吗 让我大概了解一下之前没听过这些的人有多少 让我可以这个上课的内容可以存缺一下 好那接下来我要进入我的今天的课程 那今天的课程呢 主要是有这个简报提供给各位了 好那我所有的提供给各位的档案 好我稍微稍微说明一下 这一次提供给各位的档案呢 总共前面这几个新制图都是参考资料 那各位可以自由取用 好那今天主要讲的简报是这一个好素养导向的科技课程设计 然后其他的其他的都是那个参考资料 然后这一个那个今天互动的那个空白的GEMBO的档案 好那这个部分是空白表 好那待会我们在大家在互动完之后 里面是可以直接把那个大家互动的结果下载成PDF 那所以那个部分就要麻烦各位在最后结束的时候自己再下载一下 好那这是给各位的资料 那上面这些新制图都必须安装XMINE才打得开 好这个跟各位说一下 好那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到今天的课程 好那新课刚107年就开始推出开始实施了 好那好那我想各位经过了这几年的准备 好不管你有没有参加过研习 或者旁敲侧击 或者听到一些辅导员或者是央团 或者是中央的要求 我想很多老师都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第一个原本的内容 就是传统那些资讯课的内容就上不完了 尤其是国小课刚还被拿掉对不对 把这些内容跟课本就交不完了 哪有时间哪有那么多时间把创课把儿童城市放进去 好我想我们花脸也是有这样的情况跟反应 好那第二点就是各位一定玩创课的一定都有这个感觉 我才学好Arduino 又出来一个Microbit 好不容易我又花了一点时间学完Microbit 又出来一个Hello call 然后好不容易想要去学了又出来一个Microbit 2 等等等然后ESP32 一堆硬体 每次过了半年一年就出新的硬体 那所以你每次学了之后呢你要拿去上课教啊 发现又出来新的啊 这也是造成蛮多人的困扰啊 好再来第三件事情啊就是 呃那个新课刚的科技领域两个系统性的思考 一个是运算思维一个是设计思考 那这个这两个内容其实经过这这几年来我们的这个研究之后 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 而且是人生你你这一生必备的一个解决问题或者是处理事情的方法 那不是只有限定在科技领域可以使用啊 好那可是你会发现已经进入门道的人发现这个东西好用 可是你会发现现场很多人不知道 那或者有听过但是根本不知道怎么用 所以会被局限在很狭隘的科技领域里面 或甚至没有人知道 这个你会觉得很很可惜很惋惜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呃柯刚规划了我们一个很棒的愿景 很远大的愿景 可是那个那个理想非常的丰满 好可是你当你呃在现场 呃你看到各个老师上课的状况看到现场的状况看到这个失陪的状况 你就会发现那个距离有点远 好所以现呃现实是很骨感的好 好那所以落差很大了 所以这我想应该是各位老师目前都有的很大的困扰 好那进入新课纲之后 呃你会发现在我们科技领域有几个关键字是非常重要的 好每次新课纲出来都会有一些新名词 好像是运算思维设计思考然后素养导向 好然后动手做啦创造力啊自主学习这些东西 那这些看来看去好像是新课纲的关键 但是呢你在实施课程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样去做 好你你了不了解这些 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做才能够在你很有限的时间里面 把学生经由你上程式上创课上这些科技领域的课程内容的时候 能够把这些能力给带出来好这个可能就要经过一点设计好 好那么所以呃跟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呃各位都知道我大概是 最最我我不是很喜欢那个follow那个学术的东西 所以我都会有自己的一套 那我这一套其实其实也是根据那些理论 然后慢慢去简化 好那呃各位认识我的就知道说我我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东西弄到比较简单一点 让大家很容易去实施啦 好那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两年的一些研究或者食物经验 我个人会把它归纳成这六个步骤 所以简单的说呃你要要在科技领域 然后你上你的程式上你的创课上你的科技领域的那些课本内容 上了之后呢然后又要引导出学生 引导学生有这这这几个很重要的能力 然后能够素养化变成他的自己 呃的能力可以在生活上使用这些能力 好那其实你就按照这六个步骤 好那这六个步骤我稍微讲一下 那呃也是从 传统的课程设计里面演化而来 就是引起动机发展活动跟总结归纳的部分 各位以前学课程设计都有这三个部分 那引起动机呢以往也是很随便的交代过去 好那我们这一次 呃需要把它强化一下好就是赋予动机的部分 然后在发展活动部分我把它拆成三个就是呃多了一个系统拆解 好这个系统拆解是运寸思维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然后呢拆完拆完之后就开始制作呃制作教学跟制作的部分 然后做完之后会有一些呃回馈检视修正提升的部分 那这个是整个发展活动的内容三个部分 然后接下来再归纳总结的部分这些是以往没有的部分 也是这一次的课纲的那几个很重要的关键的部分 就是呃我们把归纳总结的部分把它分成呃自主学习力的培养跟后社认知的培养 然后还有那个素养化怎么样把他的能力把它变成生活里面可以用到的能力 然后内化变成自己随时可以用的出来的 然后怎么样去培养他的创造力 所以简单的说你只要按照这六个步骤去套招 好六个步骤去套招你就能够很简单的把 我们刚刚讲那些新课纲里面很重要的核心关键就可以交给学生 啊事实上一点都不难 那不过各位听到六个步骤也不要觉得 哇很庞大很可怕 其实你只要上课比如说这一次我想 针对动机的部分 其实你就一次加一点 我今天就就专门针对动机的部分 然后可能明天我就可能下一次上课的时候 我就是针对这个系统拆解的部分去把它加进去 让学生在做作品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先前的一个系统的系统观 所以你每次只要加一点 每次加一点 那你每一样都试过一次之后 你知道他的重点在哪里 核心在哪里之后 你自然在后面上你的整个课程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顺利的把六个流程放进来 所以各位也不用急也不用担心 学习都是慢慢来的 没有办法就一下就达到 好 那所以这六个步骤就是今天我们要带给各位的东西 的重点 那首先第一个是赋予动机 那我想动机 寻找价值是我们人类的本性 所以我们都在我们这一辈子生下来都在 这一生都在找我们自己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 那所以当我们想要去做一件事的行的时候 他的前提是那个 那个那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有意义的事 那所以学习也是一样 任何 任何有意义的学习 你才会提供你足够的动机 所以小朋友如果在学习上面很被动 你我想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提供他很强大的动机 那怎么样提供很强大的动机 我们在前一阵子有这一本书 各位可以去参考一下 那他叫做游戏化八角 那他把 他主要是用游戏就是电动玩具电动游戏的那个观点 他去做分析 然后把动机的原理把它找出来 那所以他找出了八种很重要的动机 这八种呢我们把它分为四种是内在 然后四种是外在动机 那所以使命感创意性影响力跟冒险感 这个是属于个人内心 内在想要提升的想要追求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内在动机这边 那通常比较成熟的个体 我们会比较采用这个内在动力的部分去提升他的动机 那如果是比较不成熟的个体 比如说年纪比较轻的比较中年级以下的 那种需要外部刺激的那一种 我们会习惯使用外在动力 外在动机 就是提供一些物质 提供一些奖励 来让他提升动机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各位在玩电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些玩电动的小朋友 为什么那么喜欢玩电动 因为那个电动一开始开场白就会跟他说 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地球上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可能会造成地球的毁灭 可是呢 在这个毁灭之前 我们发现了一件事 有发现了一发现了你 你可以 所以你有这个能力可以解决 可以把这个解救地球的危机 所以他会用这个故事性 然后赋予你的一个神圣的使命 只有你可以处理这样的事 所以如果你做了这样的事 这个地球就会得到救赎 我想今天这一场为什么那么重要 就是因为各位现在科技领域大家都很彷徨 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我们如果把这六个步骤学起来 你上起科技课来又简单 然后又可以让学生学到真正的能力 所以我想 这六个步骤对各位来讲非常的重要 而且对我们的小朋友更是意义重大 那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很认真 各位我就是在用这个 重大使命跟召唤 这一件事情在引起各位的动机 那我想各位如果去看之前我的一些演讲 或课程大概会知道这些事情 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 没有 没有办法再继续了 那所以呢 我们通常在给小朋友 我们上课都是说好的 就是你想 今天想要给学生做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那以前就是直接上课 那现在我们会希望你在做这个主题之前 我们会给他讲一个提升动机的一件事情 或者是一个想法或者是一个故事 就像那个将军在带战士要作战之前 那个鼓舞动 鼓舞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 你今天想要做一个专案 那我就会 跟学生讲一段话 或者带他去体验一些事情 告诉他这件事情有多重要 所以我们要去做这件事 那如果小朋友有这样的一个动机的话 我想他会非常的积极 就能够克服很多很困难的事情 那所以我们在像我们会习惯用 我们为了让各位了解那个八角化的动机原则 所以我们这边等一下会做一点小练习 那这个是比如说 以这个例子来讲 我如果是希望各位来学习这个 用电晶体模组去控制12伏的直流马达 那我会怎么样去包装我的动机 这八个这四个是主动 这四个是被动 那我这边只有举几个例子 就比如说 我如果要希望他们能够在创意上面有想法的话 有动机的话 那我就可能会这样说 我们来看看直流马达可以做出多好玩 多厉害的装置 那因为直流马达这个东西就是更让东西可以动 所以你会想象 你做出来的东西 冒险感 你做出来东西是会动的 那假设今天是 这个你们学校有那个物质 有小路什么的 然后你如果把那个头拆下来 把马达装在上面 那加上感测器之后 如果有那个早上来运动的人 经过你们的小公园的时候 那个路的头会转过来 看着那个人的话 是不是很有趣呢 所以你就会想要让他做一些 就是提升学习这个东西的兴趣 那你就会用各种方式去提醒他的动机 好那我想这个部分我来讲不如各位来练习一下 那麻烦各位请各位进到我们的那个Gembo 那我们有把那个连结PO在讯息列上面 各位可以可以从那个讯息列上面去点选 好那点选之后呢 我们会进到进到那个Gembo里面 好等一下我找一下 好各位应该会进到这边 那我们的研习一项都是使用双萤幕会比较方便 好所以如果没有双萤幕的老师你就切换一下 好请各位进到Gembo那个互动的地方 那我稍微讲一下Gembo 因为有有可能老师有的部分是第一次使用 我稍微讲一下使用的方法 好那这边有很多页了很多页面 所以如果你想看到所有的页面 在这边可以做切换 然后呢待会呢我们操作的部分 就是各位就好像各位手上有便利贴 那这个就是可能墙壁或黑板之类的 那我已经把主题写在这边了 我们希望各位等一下用这个题目来想说 我要怎么去提升 用什么讲法去提升小朋友的动机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如果想要做教室温湿度的控制系统 那你会怎么去提升小朋友的动机 那你可能会用哪一点 那你是用什么样的讲法 那请各位呢直接在这边可以使用便利贴 你可以按一个便利贴 然后把你的名字跟你想讲的内容打进去 然后选一个颜色 然后按儲存 它就会贴到这个板子上 那你就可以放在 比如说我是影响力这一个 我就可以放在影响力这边 然后一样可以放大缩小 可以转一个角度 好就可以把它贴上去 那每个人都可以贴自己的便利贴 各位不要客气 我们开始好吗 请把你的想法 如果你要做这个主题 那我在这八个面向 我会怎么样去鼓励小朋友 去赋予小朋友强大的动机 来让他有兴趣在我们这一个部分的制作 好麻烦各位开始使用 那你也可以直接点我的便利贴 直接按点点点这边可以直接复制一个 那复制一个之后呢 你可以再点两下去改里面的内容 改里面的内容 然后再储存也可以 你可以先复制 好 那复制完了就到你觉得你适合的地方去把它贴上 那可以换颜色 请各位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 那我们在今天的课程结束之后 各位记得要把名字打上去 那我会我会去统计各位的那个发言的次数 那最高的发言次数的十位老师们 我会送你一些小礼物 那所以我们之后 会在那个问卷里面 会有请大家填那个联络的电子邮件 好 那电子邮件里面呢 请各位要填正确的电子邮件 那所以我会去统计你的发言的次数 然后最高的十位我会送你个人的小礼物 好 各位加油 好 那如果 你对这八个面向不是很清楚的话 我想我们讲印那边你还是可以回去参考一下 回去参考一下 那比如说那个成就感就是他做完这一件事情 他可以 他可以学到什么 他可以拥有什么 好 那占有欲呢 就是我做了如果我去做这一件事 哎 哎 占有欲比较难讲 我看偷看一下讲义 好啊讲义这边我给各位的新制度有这个东西 就是你的你拥有的东西可以越来越好 好比如说你可以你的角色可以升级他的装备 升级他的帽子升级你的武器 好想要东西可以拿得到这些 好或者是你的那个 呃这个东西可能是很少的 好稀缺性好这东西很少 可能只有三份 那先做到的先做到那个要求的人就可以拿这三份奖 所以你也可以用奖品之类的 好那怕损失就是你不做这你如果不做这件事情你就会损失什么 好就没有学到什么少了什么东西 好就像那个怕给某如果你没有去去回答问题去占土地的话 那别在你睡觉的时候别人就去占你的土地去侵略你的侵略你的土地 你就会有损失啊 好那石敏坎刚刚讲过了 创意性就是你可以在里面展现你的创意 像那个麦块有玩过麦块的人 你可以在那个游戏之中去创造你自己的供电 创造你自己的环境 创造你自己的武器等等 所以他可以用自己的创意去发挥 然后影响力就是你做完这个东西之后 或者你在做的过程中 会影响大家对你的看法 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人 或者是世界会变得很美好之类的 好那冒险性就是冒险性就是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它是很有挑战的 好那你你就可以像那个看小说看电影一样 体验那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人生 那个叫冒险性 好那我想各位陆陆续都有在贴上去的 好那各位贴完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大家的一个想法 好比如说使命感 可以改善大家过敏的状况 所以他是为了他是千惠老师 他为了这个改善大家的健康状况 所以我们要去做这个温湿度系统 这样很棒 好那我想各位可以再看一下 好可以不只贴一个 好你有任何想法你就可以贴上去 好 利平老师说 那个温湿度很舒适 上课就会很舒服 不会睡着或者是其他的状况 好那甘老师就说 如果可以控制温湿度的话 那学生就不会心服气躁 好就比较可以静下来学习 就不会有比较不会有损失 老师讲的都听得到 都可以学习到 好那我想这一个部分 我们就先练习到这边 那因为jembo是一直开放的 所以如果各位老师还有其他想法 还是可以继续把它往这边贴 还是可以继续把它往这边贴 那我们就进行下一个部分 进行下一个部分 好那我们回到 回到刚刚的这个简报里面 好我就继续说了 好 所以这个是有关第一个部分 赋予任务 赋予动机赋予任务的部分 那其实如果各位的心胸比较大 就是你的野心比较大一点 其实我们我会鼓励各位 像我们如果看过那个妖精八 那个妖精工会那个动画的话 你会发现在工会里面他们有一个公布栏的系统 他会把任务 所有的委托的任务都贴在那个公布栏上面 然后每一个任务呢 他必须要解决什么问题 然后委托人会给予什么样的奖励 积什么样的点或怎么样的金额奖品奖励 我觉得各位也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把你的所有的学习任务变成一个任务单 然后贴在你们的某个公布栏 然后学生可以自己想要学哪一个专案去挑 然后做完这个专案之后 他就会有认证会有基点会有奖励 然后可以引导他 比如说我做完这个任务 我的哪一个部分的基点就会增加 那我就会可能哪一个部分的能力就会成长 然后像那个POE那个游戏一样 我就可以控制我自己 我想要走那个什么魔法系的 或者是想要走那个武力系的 然后可以成为什么样的法师之类的 你可以给他设定各种头衔之类的 这是另外一种比较野心比较大的做法 那我们接下来进到第二个部分 叫系统拆解 系统拆解是我觉得是我们运算思维里面 五大能力里面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能力 他的重点就是大事划小 小事就很容易划五 所以你在解决一件问题 解决一个事情的时候 如果你的系统拆解拆得好 你的解题就不会有烦恼 所以我们通常在以前我们在教学的时候 都是我们要做这个专案 然后老师就会做一步 然后学生跟着做一步 老师做一步 学生跟着做一步 那种传统式的教学的方式 当我们要把这个运算思维 带到你的教学上面去的时候 请各位在教学的内容里面多加这一步 在做东西之前多一个系统拆解的部分 我们举这个例子来讲 那这个是属于比较高段的用法 就是比较高段的用法是无中生有 所以我们通常会开一个心智图 跟同学做简单的讨论 就是假设我们要做一个马力友之小绵羊 他就是按按钮发音的一个乐器系统 然后可以弹奏马力友之小绵羊 那因为马力友之小绵羊只有三个音 所以他只要做三个按钮三个LED 然后发出三个音阶就可以搞定 好 那所以在讲这个在做这个系统之前 我们就会跟小朋友讨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 那里面可能会有些什么东西 那小朋友就会讲很多他的想法 然后我们就把这些想法都把它丢进去 放在第一层不要拒绝任何的想法 那等到这个内容你觉得差不多了之后 我们开始做分类的动作 那分类的动作呢 你就会把它分成你可能这个部分是硬体的 那这个部分是讲功能的 这个部分是讲他的哪一个动作流程的 那这个部分是讲表演的 然后把这些东西把它归类 归进去之后 你的你就会有一个系统的初始的架构出来 然后你再做一点简单的调整 比如说哪一个地方有没有漏掉什么 你去补齐那个架构 那你的架构完整之后 架构完整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原来我要做这一个专案 我只要分别处理这五个大的子系统 当我处理这五个大子系统之后 处理完之后 我整个专案其实就是做完的 那所以我就会 我们先来准备这个子系统 那或者你分组也可以做 这个子系统处理完之后 我们就会 就进行下一个子系统 进行这个子系统 或者进行这个子系统 那所以你会发现你会把 对于你来说 如果一开始就是直接看整个专案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东西 心里会有负担 但是当你只看到这一个小小的系统的时候 就会对你来讲很简单 很好处理 很简单可以做完 做完之后心理压力也不会那么大 做完之后呢 你就换下一个系统 所以每次看到的东西都是很少 要解决的问题都很小 一方面也容易成功 容易累积各种 各个成功经验之后 最后那个大的就成功 所以这个也跟我们的教学的教材教法 也有关系 所以你就是把它拆解完之后 就可以去按照系统去做 去制作 这当然后来那个里面比较细部的部分 你可能会有那个硬体的连线 系统的拆解 甚至连那个演算法都会出现 当然你也可以用曼陀佛的方式去处理 那我们接下来做这个部分的练习 请各位到那个Jumbo的第二页 Jumbo的第二页 那Jumbo第二页呢 我们现在练习的这个方式 是采用比较简单的做法 就是我已经给各位第一层 第一层跟第二层 那所以当然你在学校操作 你可以用那个共用的心字 可以共做的心字图 或者是Google文件共用 那如果你用纸张跟便利贴也可以这样用 那我们用Jumbo就这样子用 那所以假设我们是比较简单 我把这个教室的温湿度的控制系统 我已经先给你第一层跟第二层 比如说他在温度控制的部分 他可能需要哪些元件 那元件他的提供哪些功能 我这个温度控制我要提供哪些功能 然后我有哪些步骤流程 然后一样湿度控制的部分 然后你的软硬体我要选什么样的板子 那我要选什么样的软体 那我教室现有的设备分析我可以怎样用 然后我怎么样去做资讯的呈现 记录分析 那请各位一样用便利贴 然后把它贴在相对应的位置上 那所以比如说你要贴这个元件的部分 你就把它如果是属于元件的部分 因为这一格里面我们已经分成了三个 那你就尽量往这边贴 那功能的部分就尽量往中间贴 那步骤部分你觉得你写的是步骤的 你就尽量往这边贴 分三堆 或者把它弄成同样的颜色 马上各位可以开始去想 那我们这一个练习是属于比较简单性的 就是我已经先把第一层第二层先给各位想好 那你在学校实际实施的时候 如果第一次小朋友比较不知道怎么去做系统拆解 你也可以这样子去把第一层跟第二层给做好 然后小朋友就可以把他的想法用便利贴把它贴上来 那各位可以直接复制这些便利贴 那也可以直接开新的便利贴去把它放上去 那洪老师他说他在资料呈现的部分 那个资料处理的部分也是运算思维里面五大的方法之一 那所以他说我们在处理这个资料的时候 我们在记录这个温湿度的时候 要包含日期时间温度湿度 那有了这些资料其实我们会更方便之后的分析 比如说一天里面那个温度在几点通常会达到最高 然后或者是说如果你有很庞大的资料库 那你就会发现几月份都会温度什么时候会达到最高 然后开启冷气的次数会最多 你顺便可以统计一下做个预测 所以资料其实蛮好用的 那 那有老师没有写姓名 那个红外线遥控模组就是 就是如果你的教室里面有一些固定设施 比如说冷气 那冷气你要去拆控制板 控制事实上是有点困难 所以比较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直接买那个红外线遥控的发射器 那因为那个像Transformer 他可以去检查你的 那个就是可以去对屏 对到屏之后他抓到那个频率之后 他就可以帮你做重新的设定 那所以如果你加了这个红外线遥控器模组 他其实就可以直接对你教室的固定的冷气设施 去直接做遥控 这样会是一个比较简单可以使用固定设施的方法 非常的棒 那 好 那个阿伯说要温湿度侦测模组 对像那个DHT11 他就可以提供那个在湿度这边 他可以直接侦测到湿度 非常的好用 那詹老师会建议大家使用这个Microbit 那Microbit 因为各位老师可能比较熟悉那个Microbit 而且现在其实很多模组他都有提供扩展板 所以你去连接感测器事实上也是方便的 那我想唯一要考虑的就是 你这个针对你这个主题你想要用到的功能 这个板子有没有办法提供 比如说我如果需要把数据记录到云端 那我就会需要有网路功能的板子 他就可以提供这个网路的功能 好 好 这个是第二个部分我们的练习系统拆解 所以各位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像这个方式他其实就是可以算是模拟那个便利贴的方式 模拟便利贴的方式 所以即使你没有电脑 你今天上课的时候没有电脑 我想你再用一张海报纸 然后给学生便利贴或者是不要的那个回收纸张 他都可以利用类似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讨论 那你一边讨论呢 一边如果小朋友放的归类是错误的 那你甚至可以怎样 就是直接把他移动 直接移动去贴 去改贴在他相对应的位置上 这是很好 蛮好操作的一个方法 不管有没有电脑 好 我想大家陆陆续续都在提供很多的资料 好 那个冠豪老师就是 针对可以针对记录的资料做一些统计分析 好 那统计分析之后就会有一些 可能就会有一些预测跟建议 就比如说可能这五六月他会发现这个湿气都很高 历年的统计都是这样 那你就会发现说这原来是梅雨季 就建议学生们就是上课都要带伞之类的 或者是说冬天很干的季节 那个湿度都很低 手会裂 皮肤会干裂 就会建议大家可以插点护手霜之类的 所以数据都可以提供我们做一个很好的分析判断 好 那我想第二个阶段的系统拆解 我们就练习到这边 那各位贴的时候不要忘记把名字打上去 因为我会统计你的发言的数量 最后会做那个小礼物的派送的依据 好 好 那我想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进到第三个步骤 好吗 各位请回来到我们的MIT的简报上 好 感谢各位热情的参与了 好 那第三个步骤就是我们的制作的部分 就是我们 比较早期就是老师教学做的部分 那除了增加刚刚 那一个系统拆解的部分呢 好 我想在接下来蛮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在训练孩子 那个自主学习的能力的时候 有时候 你会发现有的人在上课 很奇怪哦 他上课就是要教很久 然后学生有教过的会 但是没有教到的就不会 我想很多老师都会发现 发现这一个问题 但是有些老师上课 他会 他可能上课的经验比较丰富 他就会做一些整合性的教学 他可能像国语课 他一个单元是四课 他会把这把这四课一起教 然后这四课教的其实是同一个概念 比如说这四课可能教的是这个心思的结构 那有的人他一课一课教 所以他的进度会很慢 但是如果那个比较厉害 他知道这四 这一个单元是教心思的结构 那他就会把这四个单元拿来一起上 所以读课文的时候四课一起读 那做分析的时候四课一起分析 那学生就会学到一个整合的一个能力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各位在这个部分 能够有一个整合的教学的能力 所以像我比较习惯的做法 这边给各位参考了 就是我们在制作整合制作这个部分 其实你要做几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你教学是要做整合性的教学 然后在教学过程中要让他练习记录跟摘要 然后最后根据你的记录跟摘要 还有刚刚的系统拆解的部分 要让他去学习怎么样自我控制 那我稍微说明一下那个内容 那首先像我习惯在教那个 Arduino或者感测器不管哪一种哪一家的板子 你在教感测器的时候 感测器其实他有四个重要的步骤 就是先了解 了解这是一个怎样的感测器 然后再做接线跟测试 那接线测试这个动作 除了确定那个感测器模组是正常的之外 会动作的之外 你之后才可以用 所以是确定这一件事 然后再来就是要先观察再使用 所以你要先观察他的数值是怎么跑的 他的数值是什么样的内容 是0跟1呢 还是0到1023中间的值 那他的上限最高可能会跑到多少 最低可能会跑到多少 那你就去观察他的内容 然后你越量他是越大还是数值越小 因为每一个模组都会不太一样 所以当你观察充分的了解之后 你才有办法去写程式去使用 所以当你了解这四个步骤之后 我会把这四个步骤让学生一再的熟悉 每一堂课让他去附送 当他把这四个步骤内化之后 以后他拿到新的感测器 他就知道我要先知道这是什么感测器 他用任何方式去了解 然后他就会自己去接线测试 我们这边会有一个接线的原则 然后他就根据这个原则自己就会接线去测试 然后测试的时候他会观察数值 到底怎么跑 上下线是多少 这个亮度的时候数值大约是多少之类的 然后他就能够在写程式的时候 能够很多元的去运用这个方法 所以当你有教这四个步骤 然后你有教这个简单的接线的四个原则之后 以后学生面对模组的时候 即使你没有教到的东西 他都会自己去处理 自己去测试自己去学习使用 所以他就渐渐的不必要再依赖你 所以这个对自我学习的一个控制 其实是非常的有效 这是经过实证的 我上课很多年 这个方法非常的有效 至于接线的原则 我想我的很多研习都会讲这个 各位可以去看我之前的这里面的一些教材教法的部分 如果有机会我们再来详细的做说明 那么所以这个是四个步骤 刚刚讲过了 这个是用光线感测器来当做例子 解释给各位听 所以刚刚那个接线的四个原则 其实你不用每一个模组 每一个模组都各交一次 因为一般型的模组他都是GVS G跟V就是负责电源的部分 所以他只要看到G跟V 他就知道模组要接电 这两个就接到电上面 另外一个就是另外的角位就是讯号线 然后色彩管理就是 我们电子领域科技领域通常会有一些固定的颜色 像黑色咖啡色就是接地 红色就是五福特 这个养成习惯之后 以后他线不会接错 其他的颜色就是讯号 或者是其他的电压 所以他只要养成习惯接线都不容易接错 这个叫色彩管理 然后另外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模组 他不是那种三条线的 他可能是更多颜色 那你就要看你的积木 所以通常这一类的特殊的模组 他的积木上面都会跟你讲说 比如说超音波 你就会知道他的trigger要接在第几只脚 然后echo接在第几只脚 然后像灯条 他的RGB脚是可以接在哪一只 他积木上面就直接会写 你根本不用背 所以直接把积木找出来看 你就知道我哪一只脚要接在哪里 这边没写到的就是什么 G跟V就是模组供电 所以这样子就不怕说 不知道模组怎么接线怎么用 一般的模组的标示 这是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接地 他可能会标示GND 可能标示一个G 可能直接写接地 可能直接写一个-号 然后这些都是叫做接地 所以你可以稍微这样看一下 像那个大殿 那种有马达的装置 或者是灯条很长 超过7个灯以上 那个电流会超过Arduino的上限 所以你就要利用外接的方式 直接去供电 然后讯号线一样要跟Arduino接 形成一个回路 所以这些原则如果你能够掌握到 我想学生就很容易失作不会错误 而且他可以扩散 原理是可以扩散的 好 所以这个部分我就留参考资料给各位看一下 好 在制作的过程中 你的功能可能会有一些流程 这个流程 我们这边其实是可以让各位放的 我想由于时间的关系 时间的关系 我们再等一下后面两个练习 我等一下再说了 所以等一下会有一个是流程图的练习 然后这流程图如果你要全部自己画 有一个网站叫做Draw.io 在Clone的外挂里面就有 或者是那个Degra 那个网站都可以很简单的画这个流程图 我想国中可能会有需要 国小倒是不一定要这样做 然后在那个记录摘要跟自我控制的部分 我再提醒各位一下 我们先前有做好那个系统拆解 我会建议各位在 就是你的子系统 小朋友在做这个的部分 你要鼓励他 当你做完这个子系统之后 请他用那个像我们是用新制度 上面就可以标记 请他在上面就做一个简单的标记 标记的用意是表示说 这个子系统我做完了 这个子系统我做完了 做完了打勾 打勾之后 我这个部分就可以暂时不用再看 我只要去看我剩下还没做的部分 哪一个可以先做 所以这有点像工作清单的概念 当他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 他做完的会打勾 然后没做完的他会看一下他的时间 或者是分组去沟通一下 哪一个要先做哪一个后座 他就会去有自我控制的能力 所以这个是自主学习力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 所以我会鼓励大家 这个部分也要给他做简单的练习 然后在那个练习的过程中 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你在 那个做像硬体需要接线 接线的部分其实也可以给他做一个简单的记录 这边可以做简单的练习 就是你可以直接在上面画线 所以这两个部分我有蓝色底的简报有蓝色底的 是要让各位去jembo那边做练习的 所以请各位切换到jembo上面 这个第三页是接线练习 第四页是流程图练习 所以这个没有不需要每一个人都做 因为我只有放两页 各位如果想要试试看的话 你要接线练习 这边有画笔 你可以挑自己喜欢的颜色 当然你可以用我们的习惯的颜色 比如说红色是5伏特 这个GVS的V就是5伏特 你就可以直接画线 接到5V就直接画到5V这边 就这样子去画线就可以完成接线的部分 我是这个部分是用温度去控制寄电器 然后温湿度去控制寄电器 然后可能温度湿度到某一个程度 那就开电风扇 开电扇 所以各位可以在这边做接线的练习 也可以在这里 我们这边已经有一个流程 这个是他的程式 你可以根据你的功能 你的程式的流程 我就去把我相对应的 比如说开始 这是流程图开始的部分 我就把它丢在这边 老师都可以开始去拉 这两个 那你想做哪一个部分 就去拉哪一个部分 那也可以修改人家的 好 看你要做接线的练习 在这边拉线 或是要做这个流程图的练习 我们没有限制 那请各位老师把它完成 把这两个完成 那我们现在目前是采用工作的方式 所以只要有人做就可以了 好 你想想看线要怎么接 那模组呢 一定是怎样 V跟G一定是接电 所以V一定是接5伏特 G一定是接接地 至于那个S就要看你的讯号 要接在你要用哪一只脚去控制程式 程式你可以参考第四页这边 我有写程式对不对 所以我的DHT11的温度计我接在D2 所以你的线就可以接到D2 然后那个继电器呢 继电器是接在D3 所以你就可以把继电器的讯号线的角位接到D3 如果你要用颜色管理 我就建议你还是用一下颜色管理 因为这边毕竟可以挑颜色 讯号线就不要是红色跟黑色或咖啡色 你讯号线就可以用其他颜色 然后因为继电器后面要接到大电 接到那个4电100亿的电风扇 所以你这边的电线会怎么接怎么拆 接到这边来 这也是一个挑战 通常继电器后面是你的那个电风扇的两条是交流电的回路 所以你只要砍断其中一条 一条接到Comma 一条接到No More Close 或No More Open就可以 所以是从中间一定要接 另外一条就接上面或下面就可以 就可以控制电扇 如果你没有接到电扇 就电扇就不会动 好 各位可以试试看 我想这边呢 大部分老师流程图已经把它 各位老师都拉好了 那你可以检查看看 其他老师拉的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不对 你可以换位置 好 那这边 电路的部分 有没有老师要拉继电器的部分 你的试电跟继电器要怎么拉 好 我先帮各位拉一下那个 假设这个电线 电线由交流电码会有两条对不对 它会有两条道电扇 那我们通常呢 会把那个 其中一个地方把它截掉 切掉 把这个回路切掉 然后这两段就可以拉到这边来 好 有没有老师愿意把继电器接一下 好 提醒一下 那个继电器的接线 因为如果你后面的回路是110伏特的 你就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这个是裸露的接点 然后这个地方又是110伏特 所以这个地方都会随时有110伏特 所以小朋友在接线的时候 我通常会叫他插头先拔掉 全班每一个人插头举高 让我可以看得到每一个人都把那个插头举在他的头上 然后举高之后呢 才开始让他把鞋口钱剪掉 去做接线 然后接完线之后 这边胶带要整个贴起来 贴起来 然后才把让他把插座插上去 那可是呢 你如果直接拆这个线一定会被总物骂 对不对 哪有那么多电扇给你拆 你都把线剪掉了 我以后要怎么用 所以我们习惯会通常去买那个延长线 我会直接把他做在延长线上面 我不会直接做在电扇上面 我想各位老师这个线都接对了 你可以参考一下 那个大电跟 就是你要控制其他回路的运用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讯号线 那个继电器接在第三 然后温尺度接在第二 那各位可以自己去参考 然后比对一下那个程式跟你的一个逻辑的部分 好那我们接下来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想那个因为时间其实一个半小时也不多了 那所以我想各位如果需要上厕所就可以自己来 我中间就不下课 如果怕会漏掉没关系我们有录影 那所以各位不用担心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到第四个步骤 第四个步骤 那在各位回忆一下 第四个步骤在这边 就是你做完东西之后 我们会有一些让他精进的空间 所以我们要跳到第四个步骤 去做回馈跟修正的部分 好 那所以呢 其实那个学儿 那个学儿 学儿篇 论语 现在大家好像不读论语 不知道各位上课还没有在教论语 那个学儿实习之 那个习其实不是只有复习 不是只有复习知识 他其实还有练习的意味 那这个练习是要练习什么 就是要动手实际的做 然后除了做你那个学到的知识 演练的练习之外 其实还有那个方法 就是你去学这个东西的过程的方法 步骤 你还要不断的练习 练习怎么把它转化到生活上可以用出来 这个习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 所以学了之后 要把它转化内化为自己的智慧 然后而且重点是习惯使用 你把那个方法习惯使用 比如说我们刚刚那个系统拆解 那你学完那个上课教完这个概念 你要让学生去后设知道 原来这是一个解题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那所以我以后在生活上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做拆解 把它习惯养成习惯 习惯成自然 它就会内化成为它的能力 那所以这是第四个步骤 所以我们第四个阶段要做什么呢 除了让学生发表 发表之外 然后要提供 练习提供那个同学回馈 提供他建议 那这个部分除了 除了等一下后面会有那个评量部分 那评量我就不是我的重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发表部分 所以学生在做完他的作品之后 我们通常会给他发表 这个发表是五系能力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沟通分享发表的部分 那所以一般我们的发表呢 如果你是工程师 一般他就会直接跟你说 我的题目是什么 我的目标在哪里 然后我的现实在哪里 我的现在有的东西是哪里 所以我中间怎么样去解题 这是工程师的发表的想法 所以他就是把机器打开 跟你说我有什么功能 我有什么功能 但比较理想的方法是 如果你是一个行销的人 你是一个设计的人 你要先勾勒远大的愿景跟目标 勾勒远大的愿景跟目标 然后勾勒完你的目标之后 你要跟人家说 我做了什么样的设计 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功能 然后最后因为是 因为你是学习的过程 所以你就要跟大家说 我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 这个制作过程中 我学到什么 我发现什么 然后可能有些什么样的问题 我怎么去解决 然后我可能有些不足的地方 我未来可能怎样 什么条件之下 什么情况之下 我还可以怎么做 所以这样的报告方式可能会比较合适 报告的时候 学生要 他的后设要有这三件事 就是 我要知道 我有哪些东西要报告 所以我每一样分配多少时间 所以我要去注意这个时间 然后我同时我在报告的时候 我要清楚的把报告讲给我的老师听 然后先讲架构 再讲到那个纸系统 回到架构再讲第二个纸系统 再回到架构再讲第三个纸系统 内容不要太多 因为报告时间也不多 所以你总是要有那个聚焦讲重点就好 所以老师这边的重点除了辅导这些内容之外 就是你要辅导学生怎么去发表 怎么去勾论那个重点 我想评量的部分 这是给各位参考 主要就是依据你想评量他的项目去做这个项目 然后他那个具体的标准在哪里 你可以做自评互评表 你也可以就是留着自己打分数用 好 我这边要给各位提的就是 刚刚我们有做过系统拆解的那个记录的部分 比较重点的是说 你在做这个实作的过程中 他遇到了任何问题 或者他可能觉得哪里可以做得更好 我会希望他在上面直接做一些括号 或者直接做一些关联线的操作标示 记录 然后经由这些记录之后 他之后就可以再度的修正设计 然后再去把他的作品给做得更好 我想这个部分的运用 在记录上或者在那个 现在很强调那个学习记录嘛 那个部分其实是蛮重要的 好 好 接下来我们就做第四个阶段的练习 那一样请各位再切换到那个Jumbo Jumbo的第五页 Jumbo的第五页呢 我们这边要练习的是 你在你的那个制作的过程中 你觉得如果以你自 以刚刚那个专案 或者是如果你不想讲那个专案 你用你平常在教小朋友的过程中 你觉得有哪些东西是可以提炼出来 让他能够后设成自己的一个处理事情的步骤 比如说我这边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如果是我在教那个感测器的过程 我会一再的提醒这四个步骤 那所以我把它炼成习惯之后 小朋友以后拿到新的感测器 他就会用这样的一个想法去 测他的新的感测器 他就可以无私自通 老师可以开始做了 我一边讲 好那当然你也可以想去训练他那个 你中间所讲的那些学习的方法 所以我这边另外一个例子是说 小朋友请你回想一下 你过去的 我们上一次在上这个课的过程中 你回想一下过程 我们是不是在拿到问题的时候 好我们先做了系统拆解 那这个系统拆解找出你的架构之后 你再去针对你的架构一个一个来解决 好那这个方法就叫做 就叫做那个系统拆解 好那所以以后你遇到 生活上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想要解决某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可以先做系统拆解 好所以我们在其实 各位可以一边开始贴你的便利贴 好那我再一边提醒一下那个 各位重点 好所以你就会去提醒那个 这个这个 就会去提醒小朋友 我哪些东西 我好像已经跑到自主后设了 对对对我现在是自主后设阶段 不好意思 我再补充一下 各位可以一边贴便利贴了 我再讲一下自主后设 好那所以那个第五个阶段 就是你在做完 做完那个作品之后 他提供他改善的空间之后 要真的留时间给他去做改善 那在那个自主后设的阶段呢 其实你要培养他的自主学习的能力 他的关键就是在后设认知 那后设认知的重点就是在有意识的学 跟练习 所以你要把这个有意识的学跟练习的这一件事 事情把他一直疲劳轰炸在他的脑袋里面 那我这边举几个例子 这自主学习的内容跟步骤重点 给各位参考 那这是后设认知的重点跟步骤 那我这边有举几个例子 如果你要去训练他运算思维 刚刚有讲 各位我们前面制作过程中还记得 我们有把这个主题拆分很多小系统吗 所以你要先协助他回忆 回忆刚刚那个练习的过程 然后第二步呢 你就跟他定义名词 就说我们刚刚那个动作叫做系统拆解 所以你去定义这个名词 那他了解这个步骤叫做这个名词之后 你再来要做的是举例 举例生活上的例子 让他跟生活产生关系才能够素养化 所以你就举例比如说我想想要 未来我如果做人生规划 那我就用新制图或曼陀罗去处理我的未来的规划 然后产生子系统 我可能 我以后想要当一个厨师 那我厨师可能要有哪些先辈能力 那我哪些能力就可以在哪一个阶段可以去学习 可以去多接触 那你就可以去举例说明 然后最后就是扩散 扩散就是让他去练习跟练习刚刚学到的能力 然后最后每次不断的提醒这个方法跟步骤 让他每次都去想到这个方法 然后以后让他很习惯遇到问题 就想到这个方法 想到这个步骤 那这样子就可以很容易的去训练他自主学习跟后设的部分 那这边有很多那个例子 你想练习他什么可以怎么做 那各位可以去去思考一下看一下 好那我们就一样 各位开始在那个jembo的第五个阶段 自主后设这边 第五页这边 各位可以去想一下 在你的教学的过程中 有哪些东西是可以整合出一个共通的架构 或者可以整合出一个步骤 或者你要怎么样去训练那个方法 让他可以 小朋友可以学到这个方法 学到那个步骤 以后可以日常生活中可以用的 那这个部分其实比较难一点 那不过也是我们这一次上这个课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这个叫后设学习的 后设的能力 那各位如果有follow我的脸书了 你会发现其实我常常丢一些自己成长 心智成熟的过程 心智成熟的一个历程 那里面其实就是很重要就是要后设认知 你要先有办法把自己的灵魂 把你的脑袋先跳出自我 变成一个好像假设你变成上帝模式 然后你就观察你自己邱文胜的刚刚的学习过程 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学习过程会有一些步骤 会有一些共通的概念 你把这些东西抓出来 就会形成一个架构 形成一个架构之后 你就会发现如果日后都照这个架构 那就是你个人很独特的一个学习的方式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提炼出来 提炼出来之后 你要训练别人 你就是把这个步骤一直提醒他 放在他的脑袋里面 他随时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可以用到这个步骤 所以我想很多老师开始把这些想法 好像那个千惠老师 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在那个训练心智图很重要的概念 那所以像这个像包括阅读也是这样子 其实我们去阅读的时候就是先找那个标题架构 然后去读里面的内容 然后去抓取他的关键字 然后就可以形成你的新智图的架构 然后就可以有这个架构就可以顺利的去解到这个 把这个题目做一个拆解分解 那像智伟老师 就是先把问题的步骤以流程图的方式记下来 那你就可以抽象画出那个顺序 那这个顺序 就会形成你个人在解这一类题目的一个独特的方法 卷宗 那如果以后同学一样要解这个问题 你就把这个方法介绍给他 那同学就可以用模式识别 以后遇到这个问题我就用套用这个模式来解决 那冠豪就是 冠豪老师就说 这个技巧把复杂问题拆解成简单的问题 然后就可以用简单的方法 找到方法就可以去解决他 那我想老师就提供了很多的方式 在这个阶段 那这个阶段真的是有点比较难 不过我跟各位说 如果老师你的那个后设能力很好 那你也把学生后设能力教的很好 我可以保证你这个老师未来会是一个很棒的 类似super teacher 就是那种补习班的那种大师级的人物 一讲就可以交到重点 学生一听就能够了解 那你那个学生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后设跟自主学习的能力 这学生保证百分之百会是学霸 这个我敢跟各位担保 所以这个能力我觉得就是各位 我们就是要多练习 那各位如果有好的方法 我们就在这边多多的分享 那接下来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进到第六个步骤 六个步骤 那第六个步骤呢 就是我们这一次课纲里面所谓的素养导向 还有那个创造力学习的部分 以前各位在教学大概很难跟素养导向扯在一起 我之前有提出一个论点就是说 上课如果只教技术 你会浪费百分之九十四的人的人生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如果上比如说你的资讯课 从国小到大学的通事现在都有写程式 如果你上那个资讯课 你只教写程式或者只教科技的技术 你只教技术这一件事情 其实很难变成素养 为什么 因为学生毕业之后 根据劳动部的统计 只有百分之六的人会进入到资讯领域 所以不管你这一班你教的学生再多 未来只有百分之六 所以一般三十个人里面 只有两个人会进到资讯领域 那假设这百分之六的人是有用的 那一般有用的人就是两个人 所以对这两个人来讲 哇这一辈子的学习很受用 因为他毕业之后马上就科技领域的素养 他就有了 所以他就很厉害 但是你不要忘记 你那一般三十个人里面还有二十八个 他是投入到其他的领域 那对其他的领域来讲 你纯技术的东西对他没有用 那所以如果你可以真正把这些 刚刚讲那些运算思维这些方法 能够他其实是一个真正可以在生活上 解决问题的方法 你把他真的素养化 变成他的一个生活的能力 以后遇到问题 他就用这个方法来处理 不一定要是科技领域 他就可以任何领域都可以用得上 那这样的人 就会变成一个拥有领导者的能力的一个人 他不管未来在哪一个圈子 他都可以发光发热 所以这样的一个素养化的方法 然后包括后面这个创造力 他可以与众不同 所以当大家都在学习 我们其实真的教育的真相是为了世界的经济在做服务的 所以高中高职大学一个萝卜一个坑 有什么样的工作 就会开出什么样的类组细所 他的目的就是把你往那个坑丢进去 但是有创造的人不一样 有创造力的人不一样 他永远可以找出自己新的路 可以做出新的想法 可以有新的想法 所以观察力是创造力之母 所以你要训练创造力之前 你要先有观察力 要能够跟世间万物扯上关系 连上连结 那个其实就是素养导向的部分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探索跟生活的关系 那创造力源自于生活中的需求跟想象 那所以最好培养创造力的方式就是不停的想象 那这里面其实我从头到尾一直在讲 那个新制度很好用 所以各位可以尽量的去使用那个新制度 曼陀罗这一类的东西 那我这边提供三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要用简单的学习单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333学习单 其实就是一张纸把它折成三段落 那第一个段落就是你上完课之后 请他在第一个段落写 我学到在这门课里面我学到什么 请他在上面 不管是画简图或是简单的关键句 比如说他学到LED的控制 技术型的也可以 或者学到系统拆解的方法 或者他画一个简图 原来Adeno可以这样直接控制灯条 真是很赞 第二个部分就是我探索 这个部分其实就是让他去关联他的生活 去观察生活上的事情 哪些东西是用这样的原理出来的 是相关联是类似的 所以他可以在上面写 你要他写一个到三个其实都可以 看你想要折磨他多深 你就可以叫他写几个 好 接下来第三个部分就是想象的部分 就是创造力培育的部分 你也可以要求他 这样的概念 刚刚你探索过是在我探索这边 那是已经看过的 但是有没有这样的原理还可以用在哪里 你可能还没见过的 你就可以去想象 所以他可能 那我可不可以用hello 比如说那个感测器模组加上hellocode的灯条的控制 或者加上这个按钮 按按钮或者感测到 我就可以做灯光控制跟声音就可以跑出来 那我把它变成一个模组 那我直接卖这个模组 我可以在穿堂 我这一个模组就是感测到人 我就发出闪光 然后就发出声音 那你墙壁两边贴满这个模组 所以那个人走过去的时候 经过旁边就会灯 然后发出光 因为有贴很多个 所以那个人跑来跑去 那个灯光就会跟着跑来跑去 然后声音也会跟着跑来跑去 这就是一个很棒的那种迎宾的 迎宾的那个穿堂 或者你干脆把它放成那个 里面就是放你的英语的20个单字 每周要学习的20个单字 所以小朋友只要一经过那边 就自动把单字念出来 所以一天到晚就在播那个单字 你就会相信说 我这样的催眠学习法之下 小朋友一周可能听了上下课 放在门边 一周会听了四五百次 五六百次 甚至一两千次的单字跟句子 你就不用担心他学不起来 因为他就会变成简单的生活能力 所以你就可以去想像这样的东西把它放进来 如果你用曼陀罗九宫格 你可以做单一个 比如说这个是素养化的部分 请你去观察这个动作 生活上有哪些是遇到什么状态变化就动作的 他就可以把他的图案就写在这边 把他想法直接写上去 或者是用图案表示 那第三章这个是创造力的部分 很奇怪 就是只要你有格子 小朋友就很容易把它填满 这其实如果你给他一张空白表 就跟写作文一样 一开始完全空白你就想不到 但是如果你有给他格子 有给他方向 有给他重点 他只要一开始想他就停不下来 这个是一些心理学跟脑神经的原理 所以你就让他去想八个 可以用这样的原理 但是你还没看过的 这个就是他的创意 也可以当做你未来上课的题目 他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所以其实你要培养素养导向 或者是要培养创造力 其实一点都不难 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运用心智图 运用曼陀罗很简单就可以达到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样进到那个 那个煉 煉 煉 各位请回到煉煉这边 我们煉煉的第7页 就是阶段6 那麻烦各位就可以 我这边就用333学习单了 那 我要麻烦各位 你在我们这一门课里面 我们就用这一门课来当例子 你在我们这一门课这一个半小时的学习里面 你有学到什么 你把你最重要的那个关键你把它贴上去 你发现你我们今天的课里面跟你的生活里面有关系 或者跟你的课堂里面有关系都可以 你觉得那个重点有关联的内容 请你把它贴在这边 那 你可以想象我还可以怎么用 这一堂课给你的概念我还可以怎么用 你可以把它贴在这边 我想这个部分其实蛮重要的 每个人想法都不同 各位可以开始操作 每个人想法都不同 你的想法可能会让别人会产生新的创意 所以这其实我们像那种假日班 假日沿洗应该是那种泡茶喝咖啡 一边吃着点心一边聊天 然后经过这个很放松的聊天又可以互相成长 这种演习是最棒的 所以其实远距比较可惜的就是缺乏人与人的连结 人与人的实际连结 那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开那个实际的联系 因为像这种实际可以面对面的演习 我就会准备好我亲手烘的咖啡来招待各位 然后准备一些点心 大家一边聊天 然后一边把这个学习内容给互相分享 那经过每个大家的分享 然后还可以互相激荡出一些新的想法 所以其实这个也就是新制度里面那种扩散思考的想法 那这个跟曼陀罗其实也有关系 那这个也是外面所谓的一些头脑风暴 也是这种什么KJ法 其实都是同样的元素 所以我觉得老师们在使用这些方法的时候 你不要太去刻意拘泞 我一定用KJ法 他一些方法一定是怎样 我在画清制度的时候 我的颜色一定要怎样 我的线一定要怎么个椭圆法 然后我觉得各位不用去拘泞这些东西 任何的方法把它变成自己能够习惯用的 可以常用的 这个方法才会是你的方法 用的最习惯的方法才会是你的工具 才可以真正改善你的学习跟教学 改善你的人生 所以我觉得工具是可以自己去改良的 所以我个人是习惯这样 所以其实各位看到我的工具其实乱臭 然后但是我都是把这些最核心的原理 最好用的部分 最受用的部分拿出来 然后个人再创造出 融会贯通之后创造出自己的想法 好 好 那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学到的东西 不是只有在科技领域可以用 你未来你可能你是代班的 你是那个上语文的上数学上英文 各种领域的 或者是你在生活上 其实都可以用得上这样的方法 真的非常好用 这几个 我还是再三强调一下 这几个方法非常非常的好用 好 那我想 好 各位 那个洪老师 那个八角理论 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动机理论 那这个动机理论 不管你是在各种的游戏设计的机制上 或者是你的教学设计的机制上 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可以提醒 提高人家动机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很重要的内容 所以当你要去推坑别人的时候 你要去设计学生的时候 其实你只要动机设计的好 让他有强烈的欲望 真的你那个东西 你要学的那个东西 你要推的那个坑 不管多大 东西再怎么难 他都能够想办法去解决 用尽各种方法 好 如果你真的善用这种理论 我包准各位 那个学生下课 追着你不放 就追着你不放 那个求知欲在那时候都会显示出来 你就会觉得教学真的是很享受的一件事 那千惠老师说那个善用系统拆解 与整合 这真的是蛮重要 那徐老师 学习如何引发动机 搜集收集数据分析问题 然后实验验证 这个PTCA的历程 那蔡老师捐获了各种应用 让学生可以表达各种想法 每个人都可以表达 就不会是个别自己做自己的 也不会像那个咖啡杯 每次就只能跟那世界咖啡杯 每次就只能跟那五六个人讨论 然后又轮到下一轮 就没有办法去享受到每个人的想法 那我想这个真的蛮好用的 各位可以自... 那这个Jumbo 应该各位应该 其实用的应该蛮熟的 各位远距也这么久了 好那我想由于时间的关系 好那各位都还可以在上面做发表了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必须先跳回到我们的进度了 好那以上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给各位的六个历程 六个历程 所以我相信 这六个步骤其实是我在学校教了那么久的学生 然后我在教网中心办了那么久的教师演习 我的很深的一个体会 我相信在新课刚来临的时候 那个新的内容想要传达给一线老师 能够接地气 能够用在教学上面 这个部分的转化 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那好不容易收集这个各位神人 各位老师们的一些意见想法 然后脸书上 各位分享的意见 跟各种研习综合的结果 我把它弄出这六个步骤 赋予动机 系统拆解 整合制作 回贵修正 自主后设 跟素养创造 这几个部分 我想整合制作跟这个部分 是大家平常很习惯的 我教一动学生跟着做一动 其实更重要的是 外面这几个 你可能比较少做的部分 那有机会的话 还是建议各位 把整个流程给学生带过几次 让他去熟悉整个流程 学到那个真正运算思维 跟设计思考 跟创造力怎么去培养 然后怎么样把这些能力变成 在你教技术的同时 又能够用到生活上 我觉得这些东西会比 学完技术重要 会比学完技术重要 那最后一张 JEMBO 最后一张JEMBO 这个部分 其实不是在课程里面的 但是我觉得第八章 麻烦各位切换到JEMBO的第八章 就在你上完我们这个课 听完我这些相关的理论 跟参考完大家的一些分享之后 以前你怎么想科技教育这件事 请各位可以把它贴在这边 经过这样的课之后 我现在怎么想科技教育这件事 我想麻烦各位花个两三分钟 来讲一下自己的想法 以前你知道吗 各位可以开始动作 以前我真的 我在刚接触到运算思维的时候 我真的是这样想的 这什么鬼 学术的动机 你怎么放到国小国中来用 真的是我一开始是非常的 抵触这个部分 加上我去上那个辅导员的课 那个央团 就是第一次的央团老师的训练的那种课程 我去上课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很 对这个运算思维这事是非常厌恶 可是其实后来摸一摸 发现这真的是一辈子受用无穷的好方法 这是我后来的想法 那我想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研习 那如果老师觉得不过瘾 我之前很多那个研习影片 各位可以去参考一下这样的想法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各位老师的想法 可以当做我们大家的一个 一个参考的一个思考的方式 那拜托各位老师给我们一些你的想法 让大家可以想想 我们在这个新的科技教育的路上 大家都不会是寂寞的 我们在任何除了今天的课以外 其实各位有任何想法 我们在脸书上面一样可以做分享 那这个部分各位老师一边做 那一边做 然后我真的很真诚的希望 各位老师给我你现在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 然后在课程的最后 各位一边写 各位麻烦在最后你填完那个 最后一张jembo的时候 也麻烦各位给一点时间 给再播个两三分钟的时间 帮我们填一下问卷 我对各位感激不尽 感激不尽 那所以这个在 这是我们那个问卷的位置 各位可以直接用手机扫描 那也可以直接 直接点那个网址 直接点网址 然后 各位一边写那个jembo的最后一页 然后一边写问卷的时候 我另外有一个个人的不情之情 这个是算是我的一个呼吁了 因为当初我们在投入这个创课教育 其实是这样子 我其实是看到 我之前的学校是属于那种升学型的 就是老师都看成绩 所以我常看到我们很多的那个 不是在金字塔顶端的学生 他是在每次进到学校之后 那个笑容就整个就没有 然后一天到晚被老师追着那个考试的成绩 一天到晚被老师追着课业 我真的觉得于心不忍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会教创课 为什么会教这些东西 其实我是为了这些小孩 我希望在小孩在学校的学习是非常的有信心 所以我在上我的科技课的时候 各位知道 你在上科技课跟上体育课你会发现一件事 小朋友在上你这两种课的时候 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快乐 那个眼神流露出那种渴望 精神意义流露出闪光 这是为什么资讯课跟体育课可以 可以让他们如此的喜欢 那原因不外乎 第一个体育课可以发现精力 你上那个国音术 屁股要钉死在椅子上 然后一定要听老师讲 老师没有讲的不能做 老师讲的你一定要做 但是体育课他可以动 可以发现精力 然后资讯课呢 可以利用所学的东西可以操控电脑 操控别人 他这一辈子唯一能操控就是那个电脑 平常他都是被人家操控的 所以他可以操控电脑做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 可以用程式去做创造 可以用他学到Arduino的感受器去创造他自己的天地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 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科技课 资讯课来提升这一类孩子的信心 所以你的课如果教的很好 我相信他可以在你的各种的场合里面 也许只是一个小程式他拉的不错 也许只是他发表的时候某个地方讲的很好 你就具体的去表扬他 甚至你今天衣服穿的真漂亮 这样上台在台上非常的亮眼 甚至拿这种很具体 虽然不是功课的内容 你去表扬他让他可以获得信心 只要获得信心之后 学生很奇怪 就是只要他的信心里建立 这个信心是可以扩散 然后你适当的做系统切割 他每一次的小专案 每一次的小单元他都获得成功 高峰经验多了他就变成高原经验 整个信心建立起来之后 他的人格会变健全 他会知道自己是有用的 这可以扩展他其他的领域的学习 更可以扩展他要养成健全的人格 我觉得这是我们科技老师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圣的任务 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也超过了七八分钟 不晓得老师们有没有其他的想要回馈或者想法 那就麻烦各位老师一边填问卷 一边帮我们把那个捐报的最后一张 你想到什么这一张真的是我最重要的 其他的我倒觉得没有那么重要的 好 那我把时间交还给老师 好 谢谢邱老师的一个分享 那非常感谢邱老师就是我想今天的这个课程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六个步骤 那我想邱老师 盈盈期盼大家把这六个步骤 带入到课堂当中 那带领学生然后做一个素养的一个建立 那这个部分我想应该对各位老师来讲 应该听完之后可能全身好像有点像就是得到很大的一个启发 会很希望能够赶快应用到学校 那未来在实践过程当中也可以跟邱老师进行互动 那我们其实今天的研习活动一定有点超过时间了 那接下来我想邱老师应该可以留个十分钟在线上 那我想就是如果有老师有其他的一些事情 那就可以去忙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老师您就直接开麦克风 不要客气 那是不是我先借我的手 那也请各位老师如果您想要开个麦克风 跟邱老师稍微互动一下的也欢迎 就是谢谢邱老师 好那我先帮大家谢谢他 如果您也可以的话 您也可以开个视讯或麦克风跟老师互动 好不好 我可不可以拜托一下各位老师开一下那个视讯 因为我们经常在跟老师们做互动 可是那个脸书上面的 你的名字是英文的 然后又那个图案又是什么卡通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谁是谁 然后比较比较难对上交 所以未来如果我们在脸书上有一些交流 我会希望比较希望认得老师 就比较能够深入的去聊 那我也有那个世人障碍 所以如果我很能够知道你是谁 看到你的脸可以记到你的名字 可以记到我在脸书上跟你互动的过程 我想我们会可以容易拉近彼此的距离 那各位不要 如果你很介意那就没关系 那各位还有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开麦直接我们互动 没关系我还留一点时间 好 那是不是就各位老师开麦完 邱老师大概看了一下 然后如果您要跟邱老师对话也可以对话 如果有老师就是要下线的话 其实我们研习算是结束了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先宣布研习结束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老师就会 可能还是会等邱老师 对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边结束了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参与 那接下来我们十月还有陆续的周末的研习 也非常欢迎各位老师参加 好那就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谢谢好拜拜 也谢谢邱老师 谢谢那大家有问题的话 就直接开麦跟他互动 谢谢 那个有问题的老师可以留下来 或者是说你现在没想到 我们之后在脸书上面 也可以互动没关系 我个人是所有的脸书讯息 我一律都回 不管你是认识不认识 各位都不要客气 非常感谢各位假日 这么辛苦来上这个课 那我一样会有录影 所以之后如果你要复习的话 我一样会把它放在网路上 那非常谢谢惠美老师找这个机会 说实在这两次的课 给我的压力很大 因为我真的不管你是新制度为研习 或者是创课技能 相关技能的研习 我都是不太需要准备 信手拈来 就可以直接讲 那也可以看到那个就是现场学员的状况 然后我觉得他比较需要什么 我就可以马上调整方向 可是这两次的课真的给我很大的任务 就是我要把它精简到精简到最精简的六个步骤 让各位可以在上课的时候方便实施 这个对我来讲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自己觉得 其实上一次的研习 我觉得我很不OK 还好这一次我觉得有扳回一点点颜面 好 那有老师问一个问题 就是教Squitch的游戏设计 那我们通常用什么道具去 请小朋友设计垃圾目前的设计书 那其实很简单 各位 我我们分享的那个资料夹里面 我有提供新制度 然后比如说那个大鱼吃小鱼的新制度 我有放了三个阶段 那个三个阶段 其实就是我在上每一个主题之前 我会先跟小朋友做系统拆解 跟他讨论 所以第一个阶段就是你把主题放出来 可能跟他大约的形容一下 这个游戏的内容 然后呢 你就可以问他的想法 他觉得说这个游戏里面可能会有什么东西 然后流程怎么跑分数怎么记 甚至那个画面 怎么 什么 什么内容 那个分数怎么统计 画面要长怎样 这个都可以跟小朋友去做讨论 那你就把这个讨论的过程中 在新制度的画面上面跟大家做呈现 那大家都想法都PO上去之后 第二个阶段我们刚刚讲分类 所以你就把子系统挑出来 然后把那些他们讲的那些东西都丢到那个子系统去 这样子就可以完成一个基础的归类 那基础归类完成之后呢 其实第三步就是你检视那个你的基础的子系统的归类 有没有哪一个部分比较薄弱 或者需要调整的再跟他们再讨论一下把它稍微完善一点 那这三步完成之后 基本上你那个游戏的子系统就全部都做好了 做好之后你就可以看你要怎么上 如果你是每个人都要练习的 那你就跟他说 我们现在这么多个子系统 你一次先做哪一个 那如果你分组也可以 A组你们就做大鱼 B组你们就先做小鱼 那做完之后 你们看怎么样把它整合在一起 汇出汇入 就可以去做一些合作的讨论 然后这样子每一个个别解决之后 其实你那个系统就可以完成 然后你再跟他分享你这整个 整个他们学习的 让他回忆去学习这整个流程的回忆 然后把那个关键重点跟你用的方法挑出来 然后他就会知道说 以后我们做一个东西 我就先把它做系统拆解 然后会有哪几个步骤 那我就可以去做这几个步骤做完之后 我每一个小系统各个急迫之后 我这个大系统就完成了 那他就会学到这个方法 那然后接下来就让他怎么去用在生活上 那那个取末园游会就交给你规划 那个毕业旅行就交给你规划 就按照他用这个方 让他去用这个方式去做规划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历程 那我想 有老师问到教科书的部分 其实因为像这种科技领域的东西 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 科技领域的东西 你要等到他写教科书出来 那个都已经是很久以后 所以我都会习惯在网路上去学习去抓教材 网路上参加各种研习 然后自己新制图再入重点 然后再去不了解的地方 网路上直接搜寻 看看人家心得 然后再修正我的新制图 那所以学习 那花莲有教材分享吗 花莲 有 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好 就是还是说他是县内老师可以用 县外的不能用 我其实都有放 因为我觉得教育这种东西是 不能只有自己县内的内容 就是比较可惜 我教育这种东西应该是可以共享的 所以各位你直接到我的网站 我的那个部落格 我的部落格呢 我部落格里面在右手边的连结区 这边这个区是专门给现在线上学习 比较就是频率比较高的使用的连结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我们自己花莲线录影的部分 我自己录的部分 那个 我会放在这边的连结 那包括我们自己有一个架构 所以我录了一些简单的雷切课程 然后那个CodeORG怎么教学 然后3D电影怎么教学 然后那个小朋友怎么学 学基本电路 小朋友学电学 然后那个Arduino的课 现在这个不是最新的 这个初级好像是这个 这个是我现在全套的课程 那这个感测器初级课程 我也有放在我的部落格 我的部落格各位直接到最新 最新的那个文章的第二篇 这个是最新的 里面有这一次录完全部的感测器 就是猫咪杯那一套感测器里面怎么使用 这里全部都有 所以这是一个字典型的课程 就是你不会用的时候来查一下 那这边有些关键的东西也都写在这边 那我也有放到军医 军医平台上面已经有了 然后所以这里也有 然后那个学习Bar跟OneNote里面也有 所以应该很容易可以搜寻的到 好那所以你在这边也都可以找得到 我之前录的一些录影的课程这样 然后另外S4A的部分各位就 我就不讲了 那个老师他们都会宣传 好那我想这个部分就这样 好非常谢谢邱老师 那我想应该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让邱老师先休息一下 那如果各位老师有任何其他问题 就可以直接在脸书上可以follow他 那我们接下来的研习所有讯息 都会在S4A社群里面做公告 那基本上就这样 那是不是就 我们就一起谢谢邱老师 那各位老师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OK好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邱老师 拜拜 谢谢老师 有需要我们在云端见面就好了 拜拜 谢谢老师 拜拜 拜拜 谢谢老师拜拜 谢谢老师拜拜 拜拜